那加入洋蔥之後 我們開始快速的翻炒 均勻的讓它受熱 把它香氣炒出來之後 魷魚爆香 加入洋蔥 香味立刻撲筆而來 和牛肉片 海鮮食材上桌 肉片放入鍋裡算兩下 光用看的 令人垂涎三尺 滿舒服的 然後食材也滿好吃的 對啊 然後環境 用餐環境還不錯 有美食 當然也有海景 轉身就是270度的無敵海景 連鎖店拓點 看準基隆海科館人潮 選在暑假旅遊旺季開幕 不怕夏天火鍋淡季 一開幕 人潮爆滿 夏天吃火鍋很熱 但是這裡的環境很舒適 然後溫度很剛好 吃火鍋感覺很舒服 海景 海景 海景是主角之一 火鍋本來冬天 夏天都醒啦 透過呢 我們這個半落地窗 看到這個270度的海景 那海的另外一頭呢 就是9份 那在夜晚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燈光通明 這樣子的星光點點的景色 相當的美麗 那另外呢 我們全台呢 集團目前在竹間的部分 有91家 那今年的整年數 預計會破百家 寬敞的用餐環境 自住室的吧台 民眾用完餐 還可以到景觀台 欣賞海景 營業時間延長到凌晨4點 開幕期間 不忘做公益 我們營業到凌晨的4點 所以吃完鍋 追日出 看日落 看夜景 都是相當好的選擇 那另外呢 即日起到9月30號 我們推出了這個 只要點美國的 收視牛腹肉這個主食套餐 我們就會提拨 1%的營業額 給伊甸基金會 作為公益的活動響應 同樣在潮進公園內的 另一間石頭火鍋店 主打基隆新鮮的在地食材 冰箱裡各種食材 想吃什麼 讓顧客自己挑 兩個都要各自有各自的不一樣 比如說像這邊這家 它不是連鎖的 但它有很多是基隆當地的材料 或者是它當地的醬料 然後這個是一個蠻特殊的一個點 我們還蠻常來的啦 那主要是這間沒有吃過 想說來去吃看 假天吃火鍋 民眾說躲在冷氣房享受美食 反而是一種享受 都以為說這種天氣這麼熱 那今天又不是假日 來到這邊一定有位置坐 那想到說兩家火鍋店 竟然都是客滿的 那很久很不可思議 才知道說以後要吃之前要先定位 我覺得冷氣還有飲料夠多 對夏天吃火鍋都是OK的 而且吃了夏天流蠻多汗 表示蠻舒服的 白天的晚上的 這些人幾乎都是已經都差不多 相當的平均 那這些對於這些 特別是這些年輕人 尤其現在暑假期間 我相信他們的生意應該會很好 火鍋市場 我覺得沒有春夏就那種乾淨 尤其是基隆人 超級愛吃火鍋 基隆火鍋店走到哪都有 也可以知道基隆人都愛吃火鍋 疫情趨緩的狀況下 人不會想去市區 所以都要來郊區 反正郊區的聲音會越來越好 但情況因為因為郊區 人流越來越多 所以定位也會隨時提高這樣 台灣人愛吃火鍋 一年四季不分冷熱 兩間業者插旗 基隆潮勁 不僅天氣冷要賺寒冬財 後疫情的消費商機更是不容小覷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